各位观众老爷,大家好呀! 今天为大家讲述高人气惊悚悬疑犯罪韩剧《Voz》第三季第一章的故事。 考试院爆炸案八个月之后,日本大阪的一个仓库里,一名女画家被一个笑面人用钢丝悬吊在空中。 无论她怎样求饶都无济于事,她也不知道自己做错了什么。 为什么会被笑面人这样对待? 随着一声惨叫传来,女画家离开了这个世界。 怎么看,女画家都是被笑面人用钢丝给钢死的。 不久后,中介带人来到这里。 原来这是著名画家游记子的工作室,她突然说要隐退,还准备出售这里。 进入仓库后,他们发现地上有个奇怪的东西。 他们走近一看,地上写着天国之花,旁边则是被分尸的游记子。 地上还有一个警员的证件。 什么?警方内部又有内鬼。 秦九直呼内行。 另一边,九妹并没有死。 其实那个炸弹倒计时归零后并没有爆炸。 一名工作人员也来到了这里。 九妹在逃跑时看到了墙上的摄像头,是方己书背后的人在监视着。 她按下了遥控,工作人员帮九妹挡下了大部分的冲击。 九妹只是受了点伤而已,并没有生命危险。 但因为剧烈的爆炸,九妹的耳朵受到了损伤。 经过几个月的康复训练,九妹已经恢复得很好了。 只是偶尔会有耳鸣的情况,然后会有几十秒的时间。 听不见任何声音也算是爆炸事故的后遗症吧。 方己书虽然被抓,但阿强却在那天消失了。 他们怀疑阿强是被方己书背后的人绑架了,男主角只是放假了而已。 女主这边出来了,他马上就跟着出来了。 警方成立特搜组,寻找阿强已经八个月了,关于阿强的失踪一点线索都没有。 厅长觉得已经人之意尽,不能再这样浪费资源在他身上了。 尽管九妹极力挽回,但也无济于事,小陈的手指已经接上了,他托人查到了阿强的线索。 有人带阿强一起偷渡了。 小陈突然接到了姨妈的电话,姨妈的女儿,也就是小陈的妹妹,在网上抽中了免费住宿券。 想让姨妈跟她一起去,姨妈表示工作太忙顾不上。 结果今天早上她就和朋友一起去了,现在打电话也不接。 姨妈想让小陈跟妹妹说下,出门在外多留点心眼,注意安全。 妹妹和朋友正准备出发,小陈的电话打来了。 她知道是妈妈让小陈打的,不耐烦地敷衍了两句,就挂断了电话。 世上只有妈妈好,有妈的孩子没烦恼,但是妈妈可是操碎心了。 九妹已经在监控录像上确认阿强偷渡去了日本。 这时日本领事馆打来电话,说有急事,原来在那个叫由姬子的女画家出事的地方,发现了阿强的警官症。 强啊,长点心眼吧,背锅的怎么老是你呢? 如果那件事是阿强做的,将会引发严重的外交问题。 九妹立刻带人准备赶往日本,游姬子的案子是日本的梁局长负责的。 凶手沿着关节把尸体分成了十四块,将头放在中间,摆成了花的形状。 这绝对不是一般人能做出来的事,很有艺术感的凶手,仿佛是在模仿小说中的杀人手法。 凶器到现在也没找到,不知道凶手使用的什么工具。 妹妹和朋友来到了那个旅馆,但这里的环境跟照片上简直是天差地别。 韩国不是流行整容吗?只看美颜就偷懒了。 妹妹非常不满,老板不耐烦地告诉她不想住的话就走吧。 怪不得是抽奖中的,便宜没好货。 妹妹想把交的附加税三十万要回来,但这老板的德性,已经吃到肚子里的东西。 怎么可能再吐出来呢? 她还威胁妹妹,再这样的话,就要找几个小哥哥来陪他们玩了。 call我call我,两人只好无奈地走了。 他们又在网上找到一个很便宜的民宿,看样子非常不错,妹子们用的是拼兮兮嘛。 打电话过去后,老板也非常友善,还主动开车来接他们。 无视线殷勤,飞奸即盗。 九妹带人赶到了日本,领事接上他们后,给他们大概介绍了现在的情况。 在日本,只要是嫌疑人,姓名和长相都要公开,对犯人是毫不留情的。 再加上阿强当年杀害小女孩的事已经传开了。 现在情况非常不利,领事接到了一个电话,对方是来日本旅行的韩国人,被人骗了,所以才向领事馆求救。 但领事却爱莫能助,让他直接报警处理。 刚挂断电话,领事又收到了一个重要的消息,找到阿强了。 敌人在岸,主角在明,走都哪里,都被监视。 与此同时,妹妹和朋友已经坐上了民宿老板的车,要车票了吗? 老板人很好,他说一会儿会让妻子给他们做点特色料理。 老板有妻有女,看上去一家人非常幸福。 阿强躺在医院,他被发现时,浑身上下都是自藏和打针的痕迹。 阿强并不是瘾君子,他打得真是安定计。 梁警长接到了医员的电话,他马上就到医院了。 梁警长立即出去迎接,阿强突然从噩梦中惊醒, 他的情绪非常不稳定,看到自己被靠在床上, 他立马开了狂暴技能,制服了一名警员后, 逼他们解开手铐。 强啊,咱好歹是个主角,虽然背了不少的锅, 但这一副反怕的嘴脸是怎么回事? 得罪了化妆师。 梁警长收到消息后赶忙回来处理, 气氛一度非常紧张。 这时,酒妹终于赶到,化解了这场危机。 还是女主好使,官方指定男主镇禁忌。 时隔八个月再次相见, 两人纵有千言万语,一时也难尽其一。 酒妹非常担心阿强, 我家强怎么变了个人似的, 对我这么冷淡。 阿强知道发生了案件, 他给了梁警长一个车牌号, 让他去看那辆车的行车记录仪。 梁警长询问了一下, 现场果然有这辆车, 阿强的嫌疑暂时解除, 临走时, 他们碰到了刚进来的议员, 游继子竟然是议员的女儿。 官场之事, 果然黑得厉害, 爸爸这里不能忍了, 他认为凶手就是阿强。 大家为了寻找阿强, 没日没夜地工作了八个月, 好不容易找到了阿强, 但他却是这个态度。 组员们都非常不满, 阿强有点不耐烦了, 他说已经抓到了方吉叔, 大家的任务也算完成了, 以后没必要再保持联系, 大家各走各的路吧。 九妹想知道, 这几个月阿强到底经历了什么? 阿强依然非常冷淡, 不想九妹他们插手自己的事, 他不会是身体出了什么问题吧? 九妹非常伤心, 没想到一起许了一记愿望, 说了一记甜话的阿强, 竟然是个腹心薄性的无情郎。 领事又接到了一个电话, 是小陈妹妹打来的, 他说有人要杀他, 让领事速度带人来救他。 贪便宜的下场, 九妹接过电话了解情况, 妹妹说他在一个叫森芝家的民宿, 老板叫林木, 他好像杀死了自己的女儿。 九妹赶忙让中心调查一下妹妹的信息, 小陈这才发现, 出事的是他妹妹, 他赶忙把知道的事都告诉了九妹, 事发突然, 妹妹随时会有生命危险。 九妹决定带人前去营救, 他让妹妹把事情详细地描述一遍, 这样有助于更快地找到她。 妹妹刚刚受了惊吓, 也难为她了。 原来妹妹和朋友来到这里后, 老板去叫她女儿出来玩, 但女儿还得做作业, 只能等会儿再来跟他们打招呼了。 老板给他们安排好房间, 说等做好饭后再叫他们。 这里的环境确实不错, 妹妹和朋友都非常开心, 他们拍完照想发到网上炫耀一下, 但手机却连不上网。 朋友去一楼找老板问WiFi密码, 妹妹就进去洗澡了, 他突然发现墙上的面具很奇怪, 正是片头笑面人的面具, 而且到处都有这样的面具。 他这才发现面具上居然有摄像头, 他吓得跑了出来, 结果又看到墙上的照片很奇怪, 老板的全家福上, 妻子和女儿的脸好像是贴上去的, 而且整个民宿里只有他们两个客人。 他去一楼找朋友, 却看到了恐怖残忍的一幕, 朋友倒在地上, 老板已经把他杀了, 妹妹吓话了, 他逃回二楼, 无意中打开了老板女儿的房间, 但他没想到, 女儿也早都死了。 这可能是他这辈子, 被吓得最惨的一晚了。 果然是一家黑店, 老板为什么要杀人越货呢? 仅仅是满足变态心理吗? 还是背后有什么支柱呢? 酒妹终于带人赶到了民宿区, 最上面的那个就叫森之家, 老板叫林木。 果然和妹妹说的一样, 警方已经进入民宿, 妹妹很快就能得救了, 但妹妹却说他根本没听到警察到来的声音, 外面只能看到一片森林。 组员终于找到了老板女儿的房间, 但没想到, 妹妹说的地方, 根本不是这里, 他们找错了, 而且还把正常的房客吓了一跳, 不好意思, 打扰了。 这时, 老板上楼准备处理妹妹, 酒妹发现, 传统艺能上线, 从开始的时候, 就一直能听到一个奇怪的声音, 水流通过某个地方在碰撞, 这时老板来到了妹妹的房间, 但这里并没有妹妹的身影, 她开始一间一间地去找, 妹妹就地藏在女儿的房间里, 她非常聪明, 装成了女儿的样子, 老板果然上当了, 妹妹都快要被吓死了, 让酒妹快点来救她, 这样下去, 她迟早会被找到的。 这时, 老板发现了她, 酒妹只听到一声惨叫传来, 妹妹被老板拖走了, 酒妹也很着急, 但她不知道妹妹到底在哪个民宿里, 这时, 酒妹突然出现了耳鸣, 什么声音都听不到了, 阿强告诉她, 那是从主水队传来的声音, 那个民宿里有, 一个名为主水队的东西, 应该还有一片池塘, 阿强决定出手帮忙, 全当是送给酒妹的离职礼物。 本季首篇承接上一季的剧情, 阿强继续上季的《背锅之旅》, 除了记性不好的毛病, 脾气也变差了, 酒妹一如既往的美如画, 方启叔背后还有一个巨大的组织, 酒妹和阿强在编剧撮合下, 继续携手探案。 下章中, 酒妹和阿强经过一番地毯式搜索, 终于找到了妹妹, 可阿强似乎对酒妹有所隐瞒, 他在秘密地调查着什么? 梁警长也仍旧信不过阿强, 偷偷地潜入了阿强家里, 方启叔在监狱里, 望着夜色, 展示着自己的帅脸。 那么, 阿强为什么会独自行动呢? 酒妹和阿强这次会如何进行合作呢? 深入调查的入口又在哪里呢? 我们拭目以待, 下章再见分享。 喜欢节目的观众老爷们, 请点赞关注吧, 可以第一时间看到更新哦。